你相信我吗 当然了 那先生 我能相信你吗 什么 你不信我 一点小伎俩而已 我们该注意的是 是谁能不留痕迹的 潜入我爹的小书房 是我疏忽了 只是家贼难防啊 加上以后你也要多留心啊 关于冯先生 如我说几句讨人贤的话 毕竟你们认识不久 他终究是个外人 就算他无心害你 也防不住别人利用他 来对付你 他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 可你喜欢他了 他就成了可以伤害你的武器 难怪表哥这么招女孩子喜欢 不是没有道理啊 那姓郭的你打算怎么处理 无尽其用 看看能不能顺藤摸瓜 找出背后的人 那好 我先走了 那好 我先走了 这份报告 晚点你交给表姨父吧 好 不送 我先走了 先生 先生 昨晚睡得好吗 挺好的 郭大壮那边 查得怎么样了 被救走了 他背后的人 真是厉害 怎么会这样 不是一直派人盯着的吗 先生 你说 这么大个公馆 这么多的人 真心的能有几个 先生 你相信我吗 当然了 那先生 我能相信你吗 怎么 你不信我 不信